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21號禮拜日 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昨晚是禮拜六 直播暫停了一次 因為我發現自己好像聲音有點沙 所以就休息一晚 因為大家知道我平時做直播 當然是做幾個小時那麼久 為免顧得頭來又顧不到雞 影響了平日的節目 所以就再暫停一次 下個星期應該會回復正常 好了這次我們講講關於 建制派之間的激鬥 似乎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 在昨天 紫荊黨的創辦人之一兼發言人王秋智 接受了明報的訪問 他在那篇訪問當中 對於本地建制派的批判 可以說是毫不留情的 而且他還明言 改變的選舉制度 就細章 會溝淡現有的建制派 好了 建制派面對著這麽大的衝擊 民建聯的葉國謙 似乎擔起了大旗 去幫本地建制派發聲 他聲稱 說類似的指控 其實都是挑撥離間 他不認為紫荊黨 會對於民建聯構成威脅 在說之前 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王秋智 怎麽來批判那班現行建制派 他就提到 說很多所謂的忠誠的建制派 是沒有起到好好的作用 令到中央 是沒有辦法聽到香港真正的聲音 包括 為什麽這麽多人出來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等等 結果就爆發了反修例運動 而建制派亦都在2019年的驅選大敗 他就認為 建制派是需要為反修例運動的爆發 承擔部分的責任 即是說現在這個反修例運動 都入了建制派的其中一條數 好了 接著他又質疑 就說現行的建制派 打著為民請命的旗號 充當著表面的反對派 但是這些行為 對於香港的管治和發展 就不是很中用 中央擴大選委會和立法會議員的人數 王秋智就說 中央是不會直接解僱那些沒用的人 因為他們都有貢獻 那怎麽來減低他們的影響呢 就是溝淡他們 原來中央要擴大立法會議員的人數 只是一班所謂由選委會產生出來的立法會議員 目的其實就不單止說是要使得 那幫反對派沒有運行 而是還要溝淡那幫延行建制派的影響力 現在整件事 就真是明朗化了 其實王秋智所說的東西 就不是說亂吹出來的 因為現在那些反對派都已經 被收拾得七七八八 就算你說不改變這個選舉制度 那幫人都是沒有運行的 就算被他走去參選 分分鐘都是會被DQ的 都進不了閘的 那還選什麼 但是 在這麽多防備的情況下 仍然是要改變這個選舉制度 這個目的就很簡單 正正是王秋智所說的 要溝淡言行那幫這樣的建制派 因為如果沒有一個紫荊黨出來做制衡的時候 豈不是變成民建聯等等的本地建制大黨 變成了獨當一面 這樣大陸肯定都不願意見到這些事件發生 其實王秋智所說的東西 以前羅家聰也作過類似的表述 就說大陸如果他們是要對付一些所謂自己有的時候 通常就不會直接繞走他們 就會在他們旁邊再設立多一批這樣的人 現在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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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黨主席全國政協李珊 在兩會期間獲得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的單獨接見 記者問黃秋智這件事是不是屬實 黃秋智說 不可以告訴你有還是沒有 但即使如此 所有政協都在北京 領導小組要見人 是很正常的事情 即是他說不可以告訴你有還是沒有 即是他不知可否 即是沒有否認到是有這件事 我相信是有的 我估計 這個紫荊黨成立之初 黃秋智都經常被人問 他們有沒有獲得中央的祝福 黃秋智就說 雅子吃黃年 很難說有還是沒有 因為他都沒有問中央是否支持 但時至今日 他就有信心獲得國家支持 因為在兩會期間感受得到 即是說現在他就很明確了 答案 他是獲得了 國家的支持 到底這一群會不會是新派的 建制派 將會是溝淡言行的建制派 我看的機會就多大 如果不是那四十席的 選委會產生出來的 立法會議員由哪些人擔當 難道又找民建聯 照計不會 如果你又找民建聯 何必改制度 現在看來 黃秋智的說法 就跟早幾天 田飛龍批評本地的建制派 是橡皮圖章 以及是忠誠的廢物 就是互相呼應 如出一切 黃秋智還有講到 關於特區政府的問題 記者問他 你怎樣可以使得 政府給納你的建議 黃秋智就說 他們還沒有一個很好的答案 但是他知道 這是一個方向 最簡單 如果不行的話 就要換人 政府需要新血 按照他這樣說 不單止建制派 要被溝淡 連特區政府 隨時都要被換人 很有可能 變成港漂治港 好了 葉國謙 近來 非常勇猛 他不知道是不是要代表 本地的建制派 發聲 不單止 反唇相機 說田飛龍是廢柴學者 甚至他還不點名 反駁黃秋智的說法 是挑撥離間 葉國謙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到了 說不覺得 這些是中央的意思 他說有些人現在經常用一種挑撥離間的說話 這些就不是真正的愛國者做法 大家就應該要共建 應該把自己的才華 把自己的看法 放在爭取市民的認同 真真正正對香港作出有建設性的意見 如果用一些負面說話 他就覺得這些說話是不值得爭論的 你不值得爭論 又為什麼要反駁田飛龍 還要反駁黃秋智呢 你索性不要受訪就行了 現在的傳聞就說紫荊黨可能是中央的代理人 葉國謙就說對於這一種的說法感到莫名其妙 他說不認為叫紫荊黨用這個名字代表中央 他看不到紫荊黨是代表中央的 葉國謙就說他完全沒有一種概念 紫荊黨怎麼可以變成新的中央代表 這種吹噓葉國謙認為是不合適的表達 到底是與不是 其實很快就會揭曉 因為當這個選舉制度改變了以後 突然多了不知三十或四十個由選委產生出來的立法會議員 到底這些議員是由誰去做呢 到底會找紫荊黨人多 找民建聯的人多 還是找其他的人多 那個答案最久都是一年半左右就會知道的 先頭葉國謙和葉劉淑儀之流 去嘲諷紫荊黨 就說人家根本上就威脅不了 傳統建制派的地位 因為他們都不會直選 話口未完 直選的議席就已經由三十五席 可能跌到二十席 那還用什麼直選呢 人家根本上都不追求你直選的一份 人家選委會有三十至四十席 那才是最大份 所以你們這些人到底是當初收不到封 胡亂作評論 還是還是怎樣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你還在笑別人 不知道哪一個比較好笑 葉國謙還走去暗寫紫荊黨 他說 你不能夠因為選舉 而做出一些很出位的事情 因為人家看起來 都是要有軌跡 每一個人參選 其他人都有感覺 這個感覺就不是現時的 還要有過往的 就要看看到底你能不能夠升任 你有沒有亮麗的成績展現出來 他還說絕對不認為 突然石頭爆出來的 是可以爭取到什麼議席 因為選委會是更加理性的 他這番說話 無非是給人籲出炸這邊 但是 田非龍和黃秋智正正就在講 你這張小傢伙 是瀏臣的廢物 不是 做好食べ給自己的份地 對於外國國籍的問題 葉國謙說基本法是容許的 因為確實有些人過往去了外國讀書 家裡有很多國際方面的聯繫 所以在基本法的訂立過程當中 已經把這方面視為旅遊證件 不是體作是國籍 擁有外國護照的人 葉國謙說他所接觸的 有很多都是非常愛國的人士 所以就不能夠一觸高打沉一船人 如果擁有外國護照就不能夠參與建制 他就覺得這一點需要在基本法先作修改 實際上他講這番話已經是政治不正確 大陸已經是說要取締雙重國籍 你經常說那本外國護照是什麼旅遊證件 這個說法就算連林鄭也是這樣說 就說他老公和他兩個兒子那本的英國護照是旅遊證件 旅遊證件什麼呢 當時特區護照很失禮 你那幫建制派嗎 特區護照的免簽國都不少 超過100個國家 那你為什麼不用特區護照做旅遊證件 要保留多一本 是不是 你拿到那本外國護照 你其實是入了外國的國籍的 你入籍的時候要宣誓的 你那個宣誓豈不是當食生彩 到底你是忠於哪一個國家比較多 別人一定會這樣質疑的 而且 你還說到擁有外國護照都可以參與建制 好笑 葉國謙的意見其實跟葉劉差不多 都是幫那些既得利益者來發聲 問題就是大陸的老左學者 每個都說想取締這些人的雙重國籍 而且不單是說要做官的放棄雙重國籍 而且連做官的家屬都開始被醞釀要放棄 所以呢 葉國謙所說的這些是不是政治不正確呢 我認為是的 你不可能再幫那些擁有外國國籍的人 又參與建制的人去說話 實際有多難去抉擇 你就放棄了他 為什麼不放棄呢 屢什麼護照呢 我也不明白這是什麼辯解來的 屢什麼護照呢 特區護照就一樣可以安心出行 是不是呀 都百多個國家免簽啦 那你為什麼要拿著外國那本呢 屢油護照這些說法 根本上就是自欺欺人的 其實就是想有好處就能盡 你以為大陸看不到嗎 這些東西 難怪現在準備要被人混淡了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